那剛剛我們看到蔡英文主席 已經展現了她的態度 她辭主席 但是現在下一個問題來了 民進黨現在誰來接代理主席 會比較穩妥 這是一個馬上要面臨的問題 因為你剛知道接下來 有立委補選 有市長要選舉 這是一個很快要趕快面對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比較麻煩的是說 我們本來2014年 當選的這些 我們講中生代的縣市首長 在這一次的卸任的過程裡面 輔選的狀況 他的縣市都丟掉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那當然在黨內部是有一些 就是標準程序 就是會有一些站代等等 可是現在可見 現在比較大的麻煩就是說 我們站代的主席 他必須要趕快帶領大家 來打接下來的市長選戰 跟補選的選戰 因為可能會來不及 就是說去把我們講的 之前整個程序去把它走 就這個程序可能也要很快的動作 中常會中職會就要趕快開 就要趕快處理 所以我也必須說 因為前一段時間我們在幫 嘉義市那邊評估說接下來的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跟黨中央還有跟主席這邊討論過 是不是27號要開會 可是那時候都說先把26號選完再說 那有收到開會通知了沒 所以現在看情況26號選完現在這樣 我覺得明天可能真的是黨中央會先開一些會 把一些該處理的事情給處理完之後 我才有辦法往下走了 現在狀況是這樣 玉聲剛剛提了一個大家聽了都覺得不錯的人選 沒有 我不是民進黨員 但是我只是借助帶愁 就是說我從國民黨來看民進黨 我也希望民進黨有好的代理黨主席 所以我想到陳建仁前副總統 因為我記不記得當年 蔡英文沒有當民黨黨主席之前 民進黨前面好幾個黨主席的形象都沒有他好 蘇貞昌 游錫坤 謝長廷 有沒有 張俊雄很多 一直到有個小英主席 忽然間一夜之間出來了 他算是非典型的民進黨主席 我認為陳建仁也是非典型 所以如果你們民進黨有那個格局 來讓他來代理黨主席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會尊敬他 會作為一個很忠誠的對手 大家互相來競爭 因為只有他少一點官僚位 多一點人位 而且講話態度比較溫和 不會像蘇貞昌這樣嗤嗤嗤 那他看來非常討厭 教授覺得這個人選怎麼樣 陳建仁我個人非常支持這個委員 剛剛的這個提議 因為其實剛剛林委員有提到 就是包括這次中生代 包括他自己下來選 像包括林家榮這個部長 然後包括輔選的鄭文燦市長 其實這個狀況都不太好 所以目前來看 就這個代理主席 其實是一個真的很困難的決定 所以剛剛這個委員 吳委員建議的這個 陳建仁副總統 前副總統 我覺得是一個滿不錯的人選